有机酸钢和无机酸钢的差别在于 有机酸钢含有关能基2QOQR 而无机酸钢是指酸性氧化物 其余水反应形成含氧酸的氧化物 含氧的无机酸或碳酸 或余碱反应形成盐类的氧化物 有机酸钢是从酸中除去水分子而形成的 在有机化学中 有机酸钢含有关能基2QOQR 有机酸钢通常是透过在脱水反应中 从两当量的有机酸中除去一当量的水而形成的 有机酸钢的一些粒子包括 1. 甲酸钢 护口 2. 甲酸钢 CH3Q3 乙酸钢 C2H4O2 4. 丙酸钢 C3H6O2 5. 丁酸钢 C4H8O2 6. 物酸钢 C5H10O2 无机酸钢的一些粒子包括 1. 氧化P BO 2. 氧化钙 CO3 3. 氧化鎂 AMGO 4. 氧化钾 K2O 5. 氧化钠 N2O 6. 氧化星 Xeno 7. 氧化铝 L2O3 8. 二氧化钛 TOR 酸钢是一类从酸中除去水分子而获得的化合物 在有机化学中 有机酸钢含有关能基2QOQR 有机酸钢通常是透过在脱水反应中从两当量的有机酸中除去一当量的水而形成的